知识 勇气 还有成长的信念 这些都是被选来制造完美人类的必要成分 但是玛丽玛克不小心在调制的配方里 多加了一种成分 化学物UFO 因此飞碟有一点就这么诞生了 发挥他们特殊的超能力 玛丽玛克献出了他们的一生 打击无趣 还要对付邪恶的坏蛋 今天你有点无聊吗 有点兴奋吗 有点难过吗 有点想睡觉吗 有点闪闪吗 有点撞谎吗 飞碟有一点 我会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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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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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到今天的《灰疊有一點》 你好我是歐馬克 你好我是瑪莉 今天來到星期三 剛剛一開始為你送上這首歌曲 I like the way you kiss me 我喜歡你親我的方式 怎麼樣你喜歡什麼樣的方式被親呢 嗯什麼都可以 人對了什麼都可以 對啊 那萬一啊就是你已經喜歡上這個人 可是發現他親嘴的方式真的很討厭怎麼辦 那就是要跟他講啊 欸不要這樣親好不好 你不可以用和緩的語氣 就是我比較喜歡被怎麼樣親 那是怎麼樣啊 沒有我的意思是說你有這個問題的話 你應該是用這種方式 不是說你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是我比較喜歡怎麼樣 我們可以試試看嗎 哦 除非對方就是搞我屁事 那這個人就會瞎 嗯 歡迎來到今天的飛碟有一點 然後今天呢我們在節目當中 第一個小時會送上的是 UK金棒 或是一些西洋的新歌 然後也會邀請到火星堂 第二個小時一樣是我們的 告解室的時候 嗯 週三告解室的時候 歡迎你繼續佐定啦 嗯 你笑什麼 你很像在帶 就是剛戴牙套的人 嗯 了 嗯 嗯 嗯 meme て 100 I want you, I need you, oh God Don't take these beautiful things that I've got Oh, please don't take I found my mind, I'm feeling sane It's been a while, but I'm finding my faith If everything's good and it's great Why do I sit and wait till it's gone Oh, I tell you, I know I've got enough I've got peace and I've got love But I'm up and I'm thinking I just might lose it all Oh, please stay I want you, I need you, oh God Don't take these beautiful things that I've got Oh, please stay I want you, I need you, oh God I need these beautiful things that I've got 听到的歌曲 Beautiful Things 各位美丽的东西们,美丽的人们 欢迎你锁定飞碟联播 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一点钟 三点钟的两个小时 在这两个小时当中呢 当然也欢迎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 022-363-9955 跟我们聊聊天 分享一下你今天看到些什么 今天天气很好 风和日丽 一切都很好 温度好 天空蓝 然后你经过一些绿树的地方 你会觉得哇 真的是 舒服 非常舒服的一天 希望今天你心情也好 I see you when it rains Doc told me to travel But there's COVID on the plains And I I Vermont Ped it's the season of the sticks And I Saw your mom She forgot that I existed And it's Half my fault But I'd just like to play the victim I'll drink Alcohol Till my friends come home for Christmas And I'll Dream each night of some Hersing you That I Might not have But I Did not lose Now you're tired tracks In one pair of shoes And I'm Slid in half But I don't have to do So I thought that if I Piled something good And all my bad That I could Can'tel out the darkness I inherited from that 今天我们早早的就有顧客上门啦 你好 Hello Hello 是我吗 是啊是啊 你是谁 我是不是啊 那把我的收音器关上 目前听不太到 OK的 那非常好 那我要控制我的音量 是这样子 因为昨天跟同学一起用餐 然后饭后我们有到那个桥头的重画区 那边开满了阿伯乐 好美哦 除了树上是黄色的叶子 地上也铺满了黄色的落叶 嗯 那种感觉好浪漫 嗯 嗯 嗯 然后也看到很多人在那边呃留下来那边呃拍照 嗯 嗯 嗯 所以我觉得虽然现在已经进入延延的夏日 但是看到这种风情就觉得嗯好好像就像头画里面 嗯 很梦幻的感觉 对 嗯 好分享一下 谢谢 怎么称呼怎么称呼 嗯 我是小飞 小飞吗 谢谢你 我住高雄 谢谢高雄和小飞把你的美好分享给我们 谢谢你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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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一个温柔又温暖的人呐 对啊温文如雅 是呀是呀 一点十六分今天你有什么事情让你听到看到或是感觉到觉得世界真美好吗 嗨嗨你好啊 請注意,小心詐騙 國際電話你好 你好,馬克馬你好 這是菜長嗎? 對啊 菜長今天要跟我們說什麼 我先跟你說那個日式品牌的車 昨天就清回來了 結果咧? 他說 因為後面就是你裝東西在那個車子 所以後面的線比較不好安裝 所以我們的人可能漏裝了一條線路 所以你沒有辦法調整日期跟時間 然後我就覺得說 你上次不是說時間跟預差是正常 那現在咧?就是弄好了嗎? 弄好了,昨天開回來了 那就好啦 對啊 我今天要跟你分享 一個去年 去年 就是 也是買東西啦 反正就是消費糾紛 然後也是韓式大品牌 手機 S開頭還有L開頭 又是我人生第一次 有星星的 好,S開頭 然後就是我年生第一次買手機 買到要寫信給澳洲總代理的CEO 好誇張 就是我在他的官網訂購 但是我知道經銷商取貨 然後取了 因為我想說買這麼貴 是不是應該先驗一下 因為當下開就發覺螢幕怪怪的 好像中了 就是我沒有多想 我想說 會不會等一下回家更新就好了 然後回家更新完還是一樣 反正螢幕就出問題 然後我就開始跑流程 然後我前天大概4月 一直到去年回台灣 8月 我還從台灣打回澳洲的客服 都沒有辦法處理 因為你每一次打進去都是不同 不同的人接 每個人會給你不同的答案 然後因為現在很多客服都是外包給印度人 然後他們有居家隔離在家 就是有一個客服接起來 我還聽到他家的狗在旁邊一直狂叫 我想說 這麼大的品牌有這麼誇張嗎 然後因為我要索取退費 他一直不給 他就是一直拖 拖了4-5個月 後來有一個人住在捷克 他告訴我說 每一個 這個公司的每一個國家 都有一個CEO信箱 在他們的官網最下方 你可以試著那個方式 那你就寫了 寫了以後就 寫了以後就退款了嗎 隔天 隔天 CEO的助理馬上回 他說我們非常的抱歉 然後因為我保存我買 有問題到每天的update 都在他的Facebook的官網 告訴他其他的消費者 你發生了什麼事 好的菜長 我們要強制進廣告了 菜長你要被強制斷線了 抱歉 沒有問題 掰掰 掰掰 1點23分 回到飛碟有一點 我是歐馬克 我是瑪莉 今天呢要請到我們的火星堂 周秀琳周董事長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因為火星堂好久不見 我們先歡迎這個周董事長 嗨 嗨大家好 我是高雄的那個火星堂的老闆 我叫火星媽 火星媽 你好 今天呢這麼久不見 上次見面的時候 大家都還在那個封城跟疫情的時候 好現在呢大家都回歸這個正常的生活了 那這一次呢火星媽要為我們帶來的是很特別的東西 內容物還是一樣是你們的精華產品 就是火星堂啊堅果塔鳳梨酥 今天我們可能會花多一點時間再講講 外包裝有些不一樣了 我們還是要先跟所有的聽眾朋友們講講 就是這個火星堂 如果你還不認識的話 要請火星媽跟我們介紹 聽眾朋友們介紹一下 這個火星堂的來源是什麼 然後是怎樣 真的是從火星挖火星的土 還是什麼直接做出來的嗎 當然不是啦 火星堂是因為我先生啊 他就是泡草的時候 他許願想要有一顆就是好吃 然後不要黏牙 可以配茶喝的糖點 對甜點 他很喜歡吃甜食 那我就因為找不到 所以後來我就自己做 那自己做了以後 我覺得他就說很好吃嘛 所以他就說這是到處跟人家宣揚 就是地球上最好吃的糖果 我老婆做的 地球上找不到 所以說是火星來的這樣 後來就是有朋友要買 我就想說應該給他一個名字 但是地球上最好吃的糖果 這樣子好像 太長了 太長了 第二個有點過分了 所以就想說 那如果火星人吃了都不想回火星的話 就叫火星堂好了這樣子 火星堂 好那這個火星堂 我想要知道這個 您的先生之前有試過什麼 他覺得不要不要不要 他嘴巴這麼挑 他到底是他想要什麼東西 然後最後你做出這種火星堂 這會不會得罪人 我們把品牌遮掉 對 他之前最喜歡吃的是花生 花生糖 或者是有一些什麼杏仁書 那種東西 那種糖可能咬下去第一個比較硬 第二個可能就是會黏到牙齒 因為他裡面會有麥芽糖 像核桃糕那種 對 就類似這樣子的東西 對 然後他就是吃了很多 而且他其實最喜歡的是花生 可是花生就是吃了 滿臉都會長痘痘 對 會上火然後整個皮膚會變很油 但他又很喜歡吃那種堅果香 所以後來就是火星堂裡面放的 吃那個夏威夷豆跟杏仁果 那這兩個他就不會讓他 就是這麼像火這麼油 對他就不會長痘痘 而且說真的就是以當老婆的私心 就會覺得吃這個會比較健康 對 然後再來就是我在做的時候 其實比方說糖的部分 那我也是把砂糖就減到最低 那我就是盡量用海藻糖去替代他 這樣子的話對他的負擔比較小 然後再來就是比方說油的部分 那我們會選最好的那種鮮奶油 對而不是用奶油 對所以那時候的考量真的就是為了說 沒有什麼成本沒有幹嘛 就是老公最喜歡健康最讚 所以火星堂我們現在知道 他就是一樣有堅果 然後可是他主要可能是用夏威夷豆 而不是會讓體質比較燥的花生 然後再來是這個結合這些堅果的東西 一般可能都會用一些什麼砂糖 或是我剛剛說那個麥芽糖 那就會黏牙然後糖分又比較高 可是火星堂用的是海藻糖 當初火星媽怎麼樣找到海藻糖這個東西 你試了一些什麼其他的東西 其實海藻糖在烘焙來講的話 他就是大家在降低糖分的時候在用 他本來就會是一個首選的 對但是因為他很貴 他就大概砂糖的四倍價錢這樣子 對所以大部分的人就是大概可能會是桌量放 對那我就覺得說反正這也不錯 而且就是有去看一些資料 那知道說他的那個糖的成分跟砂糖不一樣 所以說他比較不會蛀牙 對所以我就想說那這樣子如果他能夠替代砂糖的話 我就盡可能是用他來替代這樣子 說到蛀牙我就想到了我 因為母親節嘛所以還看到那種好久不見的小侄子 他們是雙胞胎 才幾歲啊兩歲還是三歲 四顆蛀牙了耶 一定是贏的耶 哇 我是想說哇 贏的 已經是銀色的耶 哇 好所以剛剛有說到這個海藻糖的部分 然後火星堂裡面還有什麼 還有一個是寒天是比較特別的 也是增加層次感對不對 寒天是這樣它是糖果裡面其實都有一個叫做凝固幾個東西 那可能有的人會用膠就是它就是一個膠質 那這個膠質有的人可能會用那個叫什麼 吉利丁那種 吉利丁它是比較動物膠 哇你懂 吉利丁是會讓它凝固的東西啊 你以為你會烘焙 或是有些吃素的人他就會介意這裡面有沒有夾 沒錯沒錯沒錯 然後那時候我會選寒天是因為它是那個海藻 海藻提煉的 對然後所以我就想說那應該用這個會更好這樣子 對然後後來我就用用寒天嘛 後來才發現說其實它口感不一樣 你如果用那個吉利丁它是比較有點脆脆的感覺 對那用那個寒天的話它是有帶Q的感覺 而且寒天它有一個後來我們發現的一個很很意外的一個驚喜 就是它是大概35以上它就開始化成水 對那這個這個的好處就是我們的體溫 所以它如果在牙齒裡面有的人可能是因為牙縫化的關係 它就可能會黏到一點糖 那這個時候它其實大概幾分鐘它就不見了 因為它就化成水 不會卡牙縫 可是它配茶喝的時候就會不見 對它就會不見 因為溫度高嘛 它就把它沖掉 就是等於它就把它融化掉了 所以這個部分就會變成它是一個像我之前有一個客人 他就來買 那我就想說這個人他每次來都就是買兩包就回去這樣 我就想說常來我就問他說那你們家是誰很喜歡吃 他說是他女兒因為他女兒戴牙套 對所以他就買這個牙齒因為他就不會黏在牙齒上這樣 是唯一他可以吃的糖果 所以再加上剛剛說到那個海藻糖本來就不容易蛀牙 然後再加上這一個取代吉利丁的東西 然後所以它也不會黏在牙縫上 就更不會就是造成你牙齒的負擔 是火星堂真厲害 那個時候火星媽你的廚房應該炸掉吧 就是你要做那麼多的實驗跟比例 所以老公應該是目睹這一切的人 對他很開心因為他可以吃 但是當生意還不錯的時候 他就有點不開心因為就沒有飯吃 因為滿桌都是糖果 我現在在忙這個先不吃飯這樣子 就沒有飯吃了 但後來當然就是現在我們可以看到火星媽 就是因為已經規模化了嘛 對所以現在這個大家都可以吃到很特別的火星堂 除了這個火星堂之外呢 火星堂還有兩個也是明星商品 一個是堅果塔 另外一個是台灣人非常自豪跟很喜歡的鳳梨酥 對我們也請火星媽跟我們介紹一下 當初怎麼會另外要再做這兩個東西 好啊其實堅果塔也是客人許願 對就是客人來說 因為老人家就很愛吃火星堂 可是畢竟他就是一個糖嘛 對然後他們就會希望他不要吃那麼多 那老人家就會小小發脾氣這樣 那他就說可不可以就是還有沒有什麼東西 可以不要那麼多的糖體 對那後來我就想那不然 來做個堅果塔試試看這樣 那我們的堅果塔其實他除了餅皮 也是我們自己做 然後再來就是他那個堅果上面黏的是火星堂 所以他就只剩下薄薄的一層這樣子 對那這樣老人家吃了就很開心啊 他裡面還是吃得到 對他都是有火星堂 但是他吃到更多的堅果 因為我們堅果就加到變成有四種 然後然後那個 因為他是用那個火星堂黏的 所以他是軟的 就是老人家很好咬 他就不會像外面如果是用砂糖 或者是用麥芽糖黏的 他其實是會硬硬脆脆的 就會咬要很用力才咬得下去 然後會把它夾牙給黏起來 然後這個的話 他就很容易就可以把它咬下去 對所以這個堅果塔也很受歡迎 那另外的那個鳳梨酥 鳳梨酥也是客人許願 因為本來我是覺得說鳳梨酥就是大家都有 對那我就沒有很特別想要去推鳳梨酥這樣 可是因為客人就說 哎呀我到你們店來買 只買火星堂 那我又想要買鳳梨酥 我要跑很遠 你一起坐一坐給我 對那你們怎麼不要一起賣 對那我就想 喔好吧好吧 那我因為我是本來就有一個鳳梨酥的配方 是很好吃的配方 對那大家也都一直敲碗說 你要不要推出這樣 對那後來想好吧那如果客人這麼說 我就我就把它推出 對結果推出之後就是 大受好評 就是它都會默默消失 就是怎樣 因為我們大部分都是會 比方說做了一小匹 賣完我們才會再做一小匹 我們不會說一次就是做非常多的 對 然後發現怎麼要一直做一直做 他怎麼一直賣完 一直賣完一直賣完 那火星媽我想要問 鳳梨酥裡面 同樣也是會有那些糖跟膠質 一樣它的基底也會用火星糖嗎 鳳梨酥就沒有 對因為它不適合 我們曾經有想嘗試過 就是把把所有的甜點全部都用火星糖放在裡面 對 這個還在努力 現在目前還在努力測試 對那我們現在 剛剛就順道一提 就是我們的堅果塔有出了一個 去年出的一個比較特別的口味 叫麻香口味 麻香 麻辣的 對 它是加了一個很天然的一個麻辣粉 對然後就是把它加在那個塔克裡面 所以你吃起來會有一點麻麻辣辣的 這樣那也很受歡迎 對 那接下來就是如果客人一直在許願的話 譬如說 既然你都已經有火星糖 我們都用那個糖當那個 可是接下來商業機密 再嘗試不能講嘛對不對 那我就隨便亂許願囉 你還想吃什麼 太陽餅啊 你說老婆餅 老婆餅啊 然後還有什麼就是鳳梨酥之外 還有什麼那種什麼蔓越莓酥啊 草莓酥啊 那是同樣的東西嘛 還有什麼 我能想到全部都一起講 我一講完現在很餓耶 不知道為什麼 好就非常期待火星媽這個實驗成功啦 對啊對啊 可以把火星糖就融進去 因為如果火星糖這麼厲害的話 而且剛剛聽下來就是 不只是愛吃糖愛吃甜食的人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老少嫌疑 還有服務那個戴牙套的人 不管你的牙套是為了矯正而戴 還是你是戴假牙的人 都很適合啊 那今天呢我們講完了火星糖之後 要來講講主要的這個內容物呢 火星媽有火星糖 有這個堅果塔 還有鳳梨酥 這一次最特別的地方 是在它的外面外包裝 跟了一個也是台灣精神 也是台灣驕傲的品牌合作 我們請火星媽來跟我們說說 這一次的合作契機吧 好 這次的合作契機我覺得也蠻特別的 也蠻開心的 就是大概過年前的時候 後來接到一個電話 然後他說他是這個霹靂布袋戲 喔 對 是霹靂早上年的啊 對然後我就想 霹靂布袋戲 所以我們就非常開心 就是請問有什麼事嗎 對對對 然後他們就說 因為他們今年會在高雄的流行音樂中心 舉辦一場霹靂布袋戲的那個演唱會 對 所以他們想要找一些高雄在地的伴手禮 然後一起合作 對然後希望就是說 藉由就是高雄的伴手禮 然後跟大家就是再更加的讓大家去認識霹靂布袋戲 然後也霹靂布袋戲也希望可以推廣高雄的 就是在地的伴手禮 接到這個電話不可能拒絕吧 一定不會拒絕 但是說真的有點想說真的還假的 因為畢竟現在詐騙多嘛 對對對 就是在高雄伴手禮的最佳城市印象獎 所以當然可能霹靂也是在搜尋搜尋 在找什麼高雄伴手禮 然後第一個就跳出來火星塔 好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這個合作的進行是怎麼進行 那那時候我就很開心嘛 我就跟他大概談了一下細節之後 我們就立刻就說 好好好 謝謝你們就是找上我們 那我們一定會非常就是鄭重的去想這個 這個合作我們要怎麼做 那其實一般就是我們看到的聯名 可能就是把它印在袋子上 印在這個盒子上這樣 對啊那很輕鬆啊 那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其實也有 就是去想說如果我們只是這樣子做的話 好像好像有點不像是火星塔的精神 所以我們就想說好 我們一定要再努力一把 所以我們就其實花了滿長時間去構思 有想過很多的七型怪狀 比方說他可能也許就吃完糖果 還可以把那個盒子拆開 然後自己組合成一個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就是自己自己腦補了很多 火星媽就是想要弄死自己吧 真的是耶 結果後來我們就有一次 忽然之間我女兒就有靈機一動 她就說 那我們來做一個很特別的造型的盒子好了 對 然後我一看我說可以喔 這個我覺得不管是誰都會喜歡這樣 後來我們就跟霹靂提出我們的想法 那霹靂也很贊成 所以我們就決定要這麼做 然後結果還是搞死自己 這個盒子也是很精細 超豪華 而且他的工應該蠻多的 他就是其實在把這個平面的土 要變成一個立體的紙盒的時候 其實他有很多的地方 要一直跳 那我們的就是 設計 對我們設計的就是我兒子 他就花很長的時間就一直在做 然後也一直霹靂也非常的 我覺得我跟他合作也蠻 蠻就是 認識到一個就是 所謂品牌授權方的 一個態度 對 他們會很堅持 就是某一些地方 然後就是很客氣的跟我們講 這個地方 需要怎麼樣的去調整 然後要求 比方說 娃娃站在一起的時候 眼睛要一樣高 然後線條要一樣 什麼東西要在意 然後比方說 什麼 反正就很多很多的小細節 真的耶 現在娃娃站在一起 眼睛是一樣高的耶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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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一樣大這樣 這個真的是 設計的時候你不會想到 要做這樣的一致性 不會 我們就可能就想說 把它變成一個娃娃 就覺得就這樣子 但是當我 其實我覺得就是確實 當我們這樣子非常 就是按照他們的 規範做出來之後 真的好可愛 之前剛做的時候 有的時候還會覺得他怎麼 就是那個可愛度沒有那麼的高 這樣子 明明就好像一樣 對不對 可是就有一點 然後他們就有一些比例 有一些很多細節的那種要求 那我們就這樣改改改改了 我們總共大概從三月初 畫畫到五月到今天 才還在還在 現在在我們面前的其實只是打樣的喔 對 最後一次打樣 然後做最後一次的 比方說顏色什麼的 因為現在是目前就是線條的部分都OK 就是顏色的部分 好我是欧瑪克 我是瑪莉 今天邀請到了火星媽 火星堂的火星媽 在現場跟我們分享火星堂好吃 然後我們已經知道內容好吃 但剛剛呢在私底下跟我分享說 其實 剛剛大家訪問的時候 有聽到火星媽講一句話嗎 他說這個不符合我們火星堂的精神 然後我那時候本來就想要追問說 怎樣火星堂精神是什麼 現在我知道就是搞死自己 喜歡做不一樣的事情 就是要特別對不對 而且是要自己親手實驗出來的 那種獨一無二的感覺 的確好像就是符合剛剛火星媽講那個 地球上就是沒有 就是我是獨一無二的 然後這個東西我們自己創造出來的 因為剛剛在講說 現在大家可能看不到那個盒子 未來啦未來 馬上你就可以看到這個很可愛的 跟霹靂霹布袋戲聯名的紙盒 然後這個一個紙盒啊 它其實不大 這裡面會裝幾顆糖啊 五顆 五顆糖而已 所以它是一個小小的 它是可以讓你放在你的辦公桌 或是書桌上面 它是一個擺飾 像是一個公仔一樣 然後因為是紙盒嘛 然後是立體的 所以它有一些很細緻跟細節的地方 像是一些霹靂布袋戲的人物 他們有鬚鬚就是那個古裝 那個頭髮 然後後面有的人是有戴帽子 然後你要考慮到就是這個 那個帽子小小的圓圓的半圓形 那個折的東西 最可怕的是喔 後面紙盒要成型嘛 所以你要把它黏起來 就是才會變成一個六面體 你們幹嘛沒事還要做這個弧線型 你說它的背後嗎 你做這個弧線型就是 就是搞剛啊 你這就是麻煩 我紙盒就是折起來就折起來 然後所以我剛剛看的時候 我就想說這個東西 因為最後今天打樣結束以後 可以開始去印刷 印刷當然是大量機器可以做的 所以我就想說那這樣是可以 機器摺嗎 火星媽說不行我們都要手折 幹嘛 好累喔 真的很累耶 火星媽說他們是過年那個 交起來貓咪或之類的 他們幾萬個 對幾萬個 他們自己折出來的 所以速度很快 我們火星人在折盒子 我們火星人是折盒子高手 折盒子高手 好瘋喔 而且我覺得遇到就是你剛剛說的 頭髮鬚鬚 真的很困擾 那真的是 我一不小心溜手 他會把它折到跟斷掉 對啊 可是我覺得我們的同事們都很厲害 而且他們在這個地方 我覺得他們也都很小心 像我們之前就是高鐵商務艙的那個 聖誕節禮物 我們是做成猩猩的盒子 就是猩猩造型 就以前小時候 我們會折成那個立體的猩猩 對對對 那個猩猩的盒子也是沒有很好折 然後我們也是幾萬個這樣 所以我是覺得對我們來講 好像折盒子是一間很快樂的盒子 我現在已經一百月期待 未來他們那個盒子 會出到什麼樣的狀況 不要這樣子 不要有人會殺我 因為這每一個盒子 真的就像我們剛剛講 它就是一個擺設跟公仔 然後剛剛一開始 其實我們私底下也有聊到 如果你是霹靂不帶戲迷的話 你當然會覺得這個非常可愛 就是他們的Q版的公仔一樣 但如果你不是霹靂不帶戲迷的話 這個東西其實我第一眼看到 我本來以為是日本的什麼女兒結 或是那種可愛的娃娃 因為女兒結會有這個東西 其中這個角色超像 因為我沒有看霹靂不帶戲 我不知道 這根本就是女兒結娃娃 她叫做風采玲 她是那個素環箴的老婆 所以霹靂不帶戲裡面 這個很經典的人物 都會為他們做盒子 你們這次做幾款 我們這次做六個 六個就夠了 花六個就已經 弟弟很累了 然後之後 我們可以一個一個買對不對 對 可以單獨買 當作我們就是 你特別喜歡哪一個 也可以一盒一整盒 全部帶回家對不對 對 喔齁 好那這一次呢 這個火星媽跟霹靂不帶戲的合作 那這個創意十足的聯名商品 裡面呢 就只裝火星糖嗎 對 目前的話 她是裝火星糖的 所以六個角色 我剛剛還有聽到火星媽 所以有個更誇張 就是她有個大禮盒 對 未來會有一個盒子 因為目前就是急著把這六隻先 先做好 先做好 對那接下來就會 下個月就會著手去進行她的外盒 那外盒我們的希望的是 她是一個布袋戲的舞台 喔 我剛剛就在想 你們不會想要做 譬如說什麼 以後假設什麼 西遊記聯名 你們就要做出一個水連洞 其實超想的 這樣子 然後做出一個什麼 素環針跟誰大戰的他們的家 場景 對對對 因為這次是一個開端 其實跟霹靂合作 我覺得非常開心 也很榮幸 然後就覺得說 那除了霹靂之外 未來是不是火星糖快樂 可以扮演一個角色 因為畢竟我們是一個伴手禮 那我們想要就是說 如果可以告訴 像我們有很多國外的客人 或是我們國人會買火星糖 去送給外國人 對 那也許我們可以宣揚一些 台灣的 像布袋戲就是台灣的一個 傳統的一個文化 對 那我們就想說 未來可能會有各式各樣 不一樣的一些設計 然後可以把台灣的一些民俗 或者是一些 比方說表演藝術還什麼 就是宣導這樣子 我現在腦子瘋狂在跑耶 我現在覺得 哇你們火星糖如果要這樣做的話 有好多可以做喔 比如說那個盒子呢 是夜市的一條街 然後裡面很多攤販 然後裝的就是 麻辣口味的堅果塔 就是 謝謝馬克 然後員工在聽心裡就冒 對 我們這個案子還沒有徹底的完成 你不要隨便再提下一個案子 然後之後就是不只是有麻辣口味 還有什麼孜然口味可以進去啊 臭豆腐堅果塔什麼都可以進去 就是很像夜市小吃你會吃到 你會吃到的台灣小吃 骰子牛堅果塔 哇 我覺得這個點子很棒耶 胡椒餅堅果塔 然後當然還有鳳梨酥嘛 所以都可以用那個禮盒包裝 玩這樣玩可以玩很多啊 算我不要再繼續講 你不要再給同事添誓了 確實就是在火星堂的話 就是我們 因為我們糖果是只有一種口味 對那一開始的初衷的時候 我也是想說 如果它是一個禮物 那初衷會有各式各樣的需求嘛 所以我們其實在包裝上 原本就是這個樣子 比方說在伴手禮的包裝 或者說是在生日 我們有生日館 然後比方說有一些 比方說之前還有那種十二生肖的 然後也有台灣景點 台灣的比方說民俗 像什麼大甲媽祖什麼什麼這種 都有這種專屬的一組一組的禮盒這樣 對所以其實客人來的時候就是 哇看到很多好像就是很好買這樣 可是裡面都裝模型的 對啊那現在一樣在網路上面是可以直接選擇的嗎 就是譬如說我要什麼大甲媽祖的 我要什麼這些都還有嗎 其實大甲媽祖的那一套就是已經賣完了 賣完就會絕版 我們那個是要絕版 因為我們準備再出更厲害的 2.0 3.0繼續下去 就是因為那個就是因為最初的版本 我們現在就是會一直增 像我們那個高雄分享河 就是有高雄景點的那個 那個我們目前也已經畫到 應該有大概有三四十個景點 對但是有一些就是比方比較冷門的 或者說已經比較久的那些景點 我們就會就會沒有再生產 所以我們在長期再架上是12塊 對那像最近就有畫最新的 像高雄旅運中心 或是高雄輕軌的那個龍貓隧道這種 就是我們就是會去更新 就是高雄最近有什麼特別好玩的 我們就會去更新那個版本 所以未來就是我猜想就是 是不是火星糖可以養成一組 非常非常支持火星糖這個IP跟商品的 然後這些限量的東西會反而變成 可能會炒到很高價 因為賽的都沒有啦 就會會不會有人開始收集火星糖 我覺得應該有忠實的粉絲是每一款都會收集的 對啊這個很厲害 期待期待 那其實我是覺得這個就是為 我只是為了我們自己 就是應該是說火星糖 然後我們想要創造一個火星糖的小文化 對就是我們希望說我們做每一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是用了我們的心意 那不管我們的就是愛喜歡我們的人 或者是第一次認識我們的人 他可以感受到火星糖就是一種 我覺得就是甜甜的 然後讓大家覺得蠻幸福的感覺這樣子 嗯 好啦那當然也想要問問看這個火星糖後續還有沒有像這種很值得收藏的系列商品 其實剛剛火星媽講的那些我覺得每一個都蠻值得收藏 就像我就覺得我怎麼錯過了高鐵那個 因為有時候高鐵吃就覺得怎麼是這個 但如果是火星糖有什麼特別盒子 我就覺得很興奮 對啊想做那個 對啊未來還有什麼樣的計畫嗎 等大家來聯名囉 開放聯名 開放聯名 好所以大家也可以追蹤一下火星糖的Facebook粉絲團 可以看到最新的第一手資訊 那如果要訂購的話 是不是也直接在網路上搜尋火星糖就可以找到 對搜尋火星糖我們的官網就在 然後大家就可以搜尋它 然後像霹靂布袋戲應該預計就是可能是這個月底或是下個月初 應該就會上架到我們的官網還有門市還有一些我們有在銷售的通路上 對然後也請大家就是可以支持六個很可愛的小公仔 沒錯沒錯今天要非常非常感謝火星媽謝謝 謝謝謝謝馬力 Björn 這道德學院 阿姆 阿姆 debido 我在 交 vite I want to snarl and show you just how disturbed this has made me You wouldn't last an hour in the asylum where they raised me So all you kids can sneak into my house with all the cobwebs I'm always drunk on my own tears Isn't that what they all said? That I'll sue you if you step on my lawn That I'm fearsome and I'm wretched And I'm wrong Put narcotics into all Zither Harp 时间越走越快 不自觉太慢 距离越拉越困 你却没放开 希望到我迷不安的山 我的心无尘 目中的水 无条件的心 无期限的淡点 那什么脚腕 我只有不肯 我给你一片天 我给你所有云彩 我跨越所有阻碍 我给你一个无法想象的未来 我给你一个无法想象的未来 我给你一片爱 我给你所有宣伞 我给你所有答案 只是现在 我只能给你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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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 说得简单 我只能给你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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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